爱是一个圆满的祝福 一群默默行善的老公朋友们 带给我们的城市一股真善美的力量 欢迎收听《浙岗人爱爱》 欢迎回到《浙岗人爱爱》台南做工行善团 我是主持人王美霞 今天我们所邀请到的贵宾是 在善化地区的金盛大雷射股份有限公司的 蔡正昌总经理 那我们在前面呢 那我们透过跟蔡总经理聊天 我们知道在有一次的机会里面 她在电视节目中看到做工行善团的报导 以下触动她的心 因为当时报导了正好是善化地区的 找口阿嬷这个案例 她从没有想到过说 就算我们善化这地区离我们这么近 有这么困苦的人 第二个竟然有一群人 他们愿意去帮助这些困苦的人 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 等到她下次有机会 再到善化啤酒厂 见到王兴基局长的时候 当然局长就话说成头 把做工行善团一一的给她做的介绍 因为这样的缘故呢 当时就感动了她 他们就决定 对一定要帮助这群做工行善团 因此从2015年开始呢 他们就每年益助善款 然后呢捐助 作为我们做工行善团最好的现行菩萨了 因为他们的钱帮助他们买材料费 让我们做工行善团呢 可以呢行之更加久远 那我们知道这个蔡老板呢 本身她在善化有她自己的企业 这个企业中在善化提供了在地人就业机会 提供的企业的社会责任 点点滴滴都看得出来 我们的蔡老板其实很朴素 而愿意做得善行 不过我们也要想要请问一下我们老板 你常常在看的报道 局长说有人很关心 那你对于印象比较深的案例有哪些 案例比较深的就像 就像丙东狮子乡 原住民家庭 那很逢的 路途遥远 我们还有两个小孩 因为经济不好 房间不够 两个小孩夾到一间 需要还有人帮忙 去一间房间 因为小孩大人 因为路途遥远 在志願朋友 要犧牲很多时间 去帮忙人 再材料 还要利用家庭时间 所以说其实在屏東困难就困难 你只要开车就差不多要两三点 材料又再去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 因为这是我们台南市 起到外观 起来的帮助 所以本来说我们的爱是不分远近 蛮难得 那一次好像我们的 賴副总统也有去 賴副总统也到场关心 了解 也是让大家媒体非常注意到这股爱心就对了 让台南做工生产团也散行 还有很多人看到 这样 就是像我们这种蔡老板看到就觉得感动 我看白人看到你也真的很感动就对了 另外一个就是 玻璃案件 路也是很狠的 那也很狠的 开车也有一两点 玻璃阿玛串两个孙子 没有卫浴设备 没有办公 我们的家庭都很狠的 对 非常弱势的 透过我们的生产团去帮他们帮忙 帮他们修理房子 还帮他们蒸 蒙蒙蒙 用蒙蒙蒙给他们看 那孩子和阿嬷 很高兴 对 所以其实老板你有注意到 你先报到的时候 你看到我们的志工团 香的玫瑰花 他们家庭的人看到 你们是来这种草草的 我们来帮忙他们修理房子 对啊 那家庭的花园就是 这个玫瑰花 对对对 去玫瑰花送我们的志工朋友 感谢说他们来帮我们帮忙 我们那个志工很可爱 修理玫瑰花还拍摄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拍了很多很可爱的照片 不过我就给他的一个题目叫做 送你们许多的玫瑰花 其实我觉得爱真的像一朵花一样 可以散播到很多很多人的身上 而且其实我也跟我们的这个 蔡老板报告一下 当时要上二手家具 其实其实大家心惯就沉沉 因为我们想说 梁基大佑 我们刚刚在冠田 那里有一个二手家具 那里有一个二手家具 不然这样用眼睛来看 差不多这个文气 可以 但是大家两个小时 都想说 如果文气没法 洗不掉 是要怎么办 结果不掉 你有看到照片吗 刚才很适合 肉肉肉 真的 好像完全去扭起来的同样 所以其实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 有些时候天助人助 这些人在做什么事 其实就是老天有帮助 我们也特别注意到说 其实蔡老板关注到的几个案例 都有注意到说 都很适合 因为在做老板的人都知道 时间就是金钱 对吧 去到两点前去 两点多前回来 还有材料这样去 人这样去 其实浪费人力是很多 但是要做志工 真的 我们说文生就苦 哪里有辛苦 哪里有需要就去了 其实这也是志工们的精神 所以我想说 这里看得出来 其实蔡老板 你都偷偷 有闲下的时间 都会注意我们的志工团 很感谢 那我想请问你一下 你怎么看我们志工团 这段现场在做的六工 这些志工朋友 让人很感谢 就是说 他拜到拜五 他没去做工 没贪心 他没饭吃 对 拜六礼拜 他要去习生 他够这个时间 对 来做这些工作 甚至还有别的孩子 老婆 对 为家庭做的出来 对 这真的是不甘 我们宿舍会很感动 所以其实看得出来 其实我们的蔡老板有注意到那个志工家庭 其实我们蔡老板有很多志工家族 志工家族我都问他说 你一星期六礼拜 还没去习生 走来这次做志工 感觉怎样 他说要 这个笑话 因为对他来说 他说我都不能教孩子 就带孩子来带来 所以那个感觉就是 蔡老板你经常来说的 是一种生教 生教 对 生教其实是综艺界 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开心 一堆人在那里 还在那里露一个音 因为来着无人工 心情比较紧张 所以其实那个是一个 非常非常欢乐的一个现场 可是老板你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在他们每次在做的时候 我都问他们说 这个目光 陶醉 你们每次都来出来 也很辛苦 他说 不是啊 老师 我跟你说 我来一次局长专业 跟这个 那时候股长 这时候科长 他们来几次 所以他们来 我都给股长了 你有没有发现 因为我知道这个 每次我们都是这个 蔡总经理 您都是直接把钱 请我们的这个局长 去直接来收受这个散款 所以你跟他接触也很多 他算政务官 你看这个 拜六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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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出来的政务官 你的心情感受是怎样 我看到那个 王兴基局长 还有庄政宪专委 还有吴树珍科长 他们也是都利用 加入时间 到各个那个暗场 去关怀 去看进度 从外面 从政务官 到时要做到这样 到时要做到这样 他们为什么他们这么辛苦 对 他们这个热情 他们这个热心 对 素人让人看到 很感动 对对对 哇 所以我是觉得其实 对于来说 其实我们想起来 不是这个人 是一种爱心 跟一种烈情 对对 有时候一天 走过来的暗场 对啊 我跟你说 万一人万一百 对对 虽然台南没有很大 也是很大 所以我记得 我当时给他们做统计的时候 第一年 2013年的时候 是一年做一个案件 2024年 一年要做52个暗场 所以常常都是 我看他们行政表 是兵分五路 所以看得出来 其实他们做的这些努力 事实上是别人看不到的 但是我相信 他背后也有真的 他在做善事的一种心情 在驱动他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想也从2025年到现在 我们真的很感谢我们的这个 蔡老板一直默默在关心 那其实局长也一直很赞美 我们蔡老板说 他就是都常常做 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精神 在积极的力量 所以我想说在这个今天 难得请到我们的蔡老板 来跟我们聊一聊 我想请问一下 你最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 以及我们的志工伙伴 他们讲的一些话是什么 首先要谢谢王兴基局长 还有我庄政宪专委 还有吴树申科长 还有各个职业工会的理事长 给我们志工朋友 大家辛苦了 也谢谢你们 让我有这个机会 跟你们作伙拼这条行善之路 希望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有机会 也会当作伙来参务 让这个社会更加和谐 其实听得蛮感动的 我记得我们中庸里面讲到说 树富贵 幸福富贵 树评贫贱 幸福贫贱 他简单说就是说 人生我们其实会得到多少财产 其实有时都是天主堂 那如果是说散了时 我们就有志气 我们就有自己的本数 让大家在那个生活中 有法站起来 如果是富贵时 空主说一句话 说富而好利 是最好的事情 是怎样的 如果你有钱 你把你的钱 来起你的机会 来治你的母亲 你把那钱 有能力去帮助别人 那是最富贵 最高贵的事情 我们在第一段里面 我们蔡大宝开头就讲说 她的妈妈告诉她 只要我们有能力 我们就有办法去帮助别人 这是人生中最有贵的事情 所以就因为这样的缘故 看到了做工行善团 他们在做的这件事情之后 它几乎是一不容辞的 每年的益助 这股力量是一个 稳定安定的善 而这股力量 是一个稳定安定的美 那我们志工行善团的 这些修善志工 在修善的现场里头 即使流下了汗水 都知道 默默有一群人 他们在支持的 就像我们今天 来到我们节目的 金盛大雷射公司的 蔡正昌总经理 我们今天很谢谢 我们的蔡总经理 为我们分享她的心情 以及她的爱的故事 谢谢总经理 谢谢明珈老师 本节目 自大栏癌 由文化部影视 极流行音乐产业局 补助播出 带您感受 做工人的温暖 分享每一份 武师的爱与关怀